李浩阳说了一句上厕所 就离开了教室 他冲下了教学楼 然后快马加鞭地来到了上节课上课的教室门口 看着坐在第一排那个身影 他微微一愣 为什么 徐小家会在这里 沈桥兄说的惊喜又是什么 徐小家在这里 为什么会是惊喜 李浩阳想不明白 但是他的大脑飞速运转 似乎即将想到什么了 他的脑海中应该是有一个逻辑的 但他不知道如何将这个逻辑弄明白 下一刻 坐在教室中的徐小家 也注意到了门口的李浩阳 当即露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 小拳头钻得紧紧的 似乎是在藏着什么东西 见状 李浩阳如同葫芦灌顶一样 瞬间就想明白了一切 难道说 他回来是在找被他丢掉的小纸条 想到这里 李浩阳的表情肉眼可见的 变得喜悦了起来 坐在徐小家旁边的安姿 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还是微微一笑 看向了旁边的徐小家 道 他来了 你也带走吧 闻言 徐小家没有说话 而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离开了教室 来到了门口 站在李浩阳的面前 他一言不发 而是看了对方一眼 就直接越过了他 独自一人 朝着上课的教室走去 步伐很快 就像生气的小土豆一样 那个 方向反了 李浩阳好心提醒 徐小家脚步一顿 随后慌慌张张地掉转了方向 用更快的步伐离开 看到这一幕 李浩阳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虽然依旧没什么语言沟通 但至少 他们迈开了第一步 情况也在一点一点的好转中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两人一前一后 先后走进了教室中 李浩阳坐在了落野的旁边 三人看了过来 满脸好奇 教练 你小子跟他和好了 怎么一起回来了 王大锤好奇地问道 还没呢 不过 我发现 他还是在乎我的 看到李浩阳已经知足的表情 沈桥满脸人真的说道 但你不能懈怠 要趁热打铁 下课后就去约他 要不然过了这个尽头 他可能又回到以前的样子了 我知道 李浩阳的心情很不错 已经在思考着 如何约徐小家吃晚饭了 而另一边 王大锤低下了头 还在手机上 跟于秋雨聊天 落野面无表情地看了过去 说道 锤哥 你怎么每时每刻都在聊天 你不懂 这可是我跟于子哥的爱 落野 想吐 沈桥也是露出了无语的表情 下课后 落野跟沈桥一起回到了家属楼 后者安顿一下小泪 就会跟他一起去书 开始兼职的第一天 因为就在学校对面 所以沈桥不只是放假可以去 平时下课没课的时候 都可以去 反正是按照小时算钱 每小时18块钱 对于学生兼职来说 已经是一个十分不错的薪资了 而且书屋的工作并不累 值得一提的是 沈桥几乎做过所有学生 能够找到的兼职 无论是做奶茶还是做甜品 他都是手到擎来 没有压力 连培训都不需要 直接上岗 书屋中最忙的地方就是吧台 要知道 附近的奶茶店 都会有很多个员工同时工作 而周夜书屋的吧台 如今就只有秦玉文一个人 所以 沈桥被分配到了吧台工作 苏白周夜在吧台中 看着沈桥贤熟的样子 他满脸地点了点头 随后 他看向了落野 问道 还要再找一个学生兼职 文言 落野思考了起来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书屋的店员 最好是要找爱书的人 这个时候 一个人出现在了周夜书屋中 苏学姐 落野学弟 果然是你们 众人闻声望去 发现竟然是刘江来出现在了这里 落野惊讶道 会长 你怎么 我来了 哈哈 我路过 看到名字叫做周夜书 然后苏学姐 跟你都在里面 就猜到这里 是你们开的了 他走了过来 随口问道 你们聊啥呢 落野将当当的事情 告诉了刘江来 他思索片刻 便开口说道 其实 我觉得 我来兼职 也不是不行 啊 秦玉文惊讶道 刘江来 你可是学生会长啊 不会很忙吗 最近是挺忙的 因为有招新的工作 但是招新后 就要做换届的准备了 等我卸任学生会长的职务后 会空闲很多 而且 空闲后 我本来就想找个兼职的 好 那你来 苏白周语气平淡地说道 说起来 苏学姐对于刘江来 还是十分看好的 毕竟 刘江来 可是用自己的实力 从仙女学姐的手中 接过了学生会长 和汉服社社长的职务 所以 学姐对于刘江来的能力 还是很认可的 对了刘江来 这里可是这条街的尽头 你是怎么路过这里的 秦玉文好奇地问道 文言 刘江来回过头 看向了书屋的门口 那里有一个亮丽的身影 细着围裙 摆着一个考场摊位 咦 考场西施 怎么在咱们书屋门口摆摊 这不是抢生意吗 秦玉文惊讶道 不 苏白周开口说道 我们的生意互不影响 而且 他在学校中有名气 把学生们引过来后 可以为书屋 打开一些知名度 他瞬间就想清楚了 这其中的利弊 每一次下课 都有很多人会来到学校门口 专门奔着考场西施的考场癌的 买买考场 自然就会发现 这里开了一家书屋 而书屋火了后 会有客人到门口买考场 这是相辅相成 相得一张的事情 周周 论知名度 谁有你跟学弟的知名度高啊 秦玉文不太明白 为什么不直接用 青春还在继续 引流 洛也在一旁解释道 秦学姐 书屋刚开没多久 没啥底蕴 如果直接引流的话 突然暴涨的客流 会引发一系列问题的 所以 我跟学姐商量过了 先把书屋发展稳定 再进行引流 先稳定书屋 再引流 这是锦上添花 但直接引流的话 只要书屋出现什么 没有被发现的问题 就会被无限放大 而且 以仙女学姐的自尊 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流量来赚钱 她更想让书屋拥有自己的稳定客源 不是因为 青春还在继续 而是因为 周也本身 她来到了书屋门口 站在了张熙岩的旁边 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以后都在这边吗 暂时是这样考虑的 张熙岩笑道 我可以在书屋门口搭一个棚子 能遮风挡雨 听到此话 张熙岩回头一看 听苏白周的意思 是想让他在这里 有一个专属摊位 那样的话 他就不止可以卖烤肠了 还可以做其他的小吃 星期五晚上 周也书屋提前关门了 大家下来的早班 出去一起吃个饭 也算是第一次聚餐了 就在学校对面的一家火锅店中 鸡人坐在一张圆桌子前 苏白周 秦玉文 沈桥 刘江来 再加上一个洛野 他坐在仙女学姐的旁边 点了祭瓶啤酒 洛野在身边的时候 苏白周并不介意喝一些酒 这个时候 秦玉文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道 论喝酒 我就没服过谁 听到此话 洛野下意识地看向了沈桥 随后他靠近仙女学姐的耳边 小声问道 秦学姐很能喝吗 嗯 苏白周并没有压低了声音 而是淡淡说道 她是饭桶 能吃能喝 文言 秦玉文不仅没有反驳 反而露出了自豪的表情 道 我妈妈说了 能吃是福 我的梦想 就是吃遍天下美食 然 先帝创业 味霸中道 倒在苏学姐家中 落叶一本正经地说道 秦玉文撇了撇嘴 道 没办法 谁让周周 做饭这么好吃呢 苏学姐 秦学姐 你们毕业后是什么打算 刘江来突然问道 还早 苏白周面 无表情地说道 周周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秦玉文义无反顾地说道 见状 刘江来叹了口气 还真是岁月如梭呀 她刚刚来到江大的时候 苏学姐就已经是高冷笑花了 那个时候 苏学姐不过才大二而已 而现在 对方已经大四了 并且找到了一个 对她很好的男朋友 即将毕业 而她也从当初那个新生 变成了学生会长 并且即将卸任 成为一名大三老生 很快 服务员端着火锅走了过来 放在了桌子上 是鸳鸯锅 秦玉文差一道 哪个家伙点的鸳鸯锅 在场之人 谁不能吃辣 我点的 洛野面无表情地说道 小学店 你行不行啊 竟然吃鸳鸯锅 面对秦玉文的嘲讽 洛野只是笑笑 没有说话 他是给我点的 苏白周开口说道 最近肠痘痘了 不宜吃辣 苏白周脸上的痘痘还在 并且比第一天还多了一些 即便如此 也不影响他的美丽 并且这段时间 他敷了药膏 已经比之前好一些了 秦玉文当即闭嘴了 一句话也不说 整个人都变得有些尴尬了起来 不过 吃一些也没什么 苏白周看了看沸腾的红油 并不准备只吃番茄锅 毕竟 虽然肠痘痘不能吃辣 但就算吃了 也没什么 顶多再涨一些 苏白周再赌 这是一场好赌 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他赌吃一次辣 并不会怎么样 学姐 你想吃的话 也可以吃 但只能吃一点点 落叶看着苏白周 满脸认真的叮嘱到 刘将来 秦玉文满脸惊呆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瞪大了眼睛 只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只唯有沈桥微笑着看着这一幕 能看到曾经的高冷笑话苏白周 被男朋友这样管 也是一件蛮神奇的事情 对于他们这些 入学就听着高冷笑话名号的人来说 这一幕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 根本就是难以置信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苏白周还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江城大学的冰山笑话 竟然也有这么乖的一面 虽然他依旧高冷 但却没有反驳落叶 接下来 每一道菜品 落叶都给苏白周涮了红牛 每一道菜 都让仙女学姐吃了一口 全程一言不发的沈桥 这个时候突然开口说道 落叶兄 钱不干杯 干 落叶反应了过来 他站了起来 对着在场中人说道 说起来 今天星期五 马上就是新生军训结束后的 第一个周末了 我跟沈桥兄都去参加了军训 对我们来说 这也是新学期的第一个周末 周液书 是我跟学姐的新学 大家也都是元老 我相信 会有那么一天 书会在江城大学的门口 屹立不倒 闻言 沈桥也站了起来 笑道 祝我们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落叶跟沈桥 沈桥对视一眼 下一刻 其他人也都站了起来 举起了酒杯 五个人碰杯喝酒 周液书的老板 是仙女学姐 但以仙女学姐的性格 是说不出来 让大家干杯这些话的 所以 刚刚沈桥提醒了落叶 让他这位老板娘来说 喝到后半段 刘江莱已经趴了 他的酒量 如果以王大锤为单位的话 大概是三锤 小趴菜罢了 而落叶也有一些微醺 不过他并没有醉 他还要送仙女学姐回家 所以不会让自己喝醉 苏白周此时红住脸 眼神有些迷离地 靠在落叶的肩膀上 虽然气质依旧高冷 但醉意的双眸 反而平添了一份魅惑 让其他桌的客人 都一不开眼睛了 但看到这样的美人 竟然靠在一个男生的身上 大家都露出了 咬牙切齿的表情 可恶啊 此人究竟是何德何能啊 四周大多数 都是新生过来聚餐吃饭 所以不认识什么高冷笑话 更不认识什么落叶 至于秦玉文 真的就如同仙女学姐说的那样 谦卑不醉 虽然脸色通红 但是一点醉意都没有 沈桥 继续喝 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第一个对手 我谁都不服 就服你 喝 沈桥微微一笑 跟秦玉文的脸色通红不一样 他就跟没喝酒一样 一点感觉都没有 庞扶是个无底洞一样 两人拼酒到最后 即便是秦玉文都喝不动了 他去了一趟厕所 实在没忍住吐了出来 等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后 重新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上 断断续续地说道 沈 沈桥 你怎么这么能喝啊 闻言 沈桥笑而不语 记得以前 为了快点赚到更多的钱 他去了一些地方 比如酒吧 比如KTV 那段时间 他每天晚上都喝到吐 而且他必须喝到所有人 因为 不将客人喝到 他就会被客人带走 哪有什么天生的酒量 都是当初被生活所迫 不得不磨练出来 想到这里 沈桥看了一眼落眼 没有他的话 可能现在他连小类的医药费 都学没凑齐吧 我送刘学长回去吧 沈桥看着已经趴在桌子上 一动不动地刘江来 轻声说道 嗯 那我送周周回去 说着 秦玉文看向了苏白周 他伸出手 刚准备把苏白周 从落叶肩膀上抢过来 突然 苏白周伸出手 抓住了秦玉文伸出来的手 他靠在落叶肩膀上 眼神中 带着一丝丝警示的神色 看向了秦玉文 秦玉文 不是 你 你是周周吗 你被人夺舍了 周周怎么会用这种眼神看他 随后 秦玉文一拍大腿 当即站了起来 不再自找没趣 我自己回去 你俩 就在这里休安安吧 OK了秦学姐 你自己一个人注意安全 算了 秦学姐 你等等我跟学姐 咱们一起回去 秦学姐喝了那么多酒 落叶实在不放心 她一个人回去 不了 我自己回去 家属楼又不远 我走学校后门 在学校里能出什么事情 说住 秦玉文就离开了火锅店 落叶搀扶着学姐 也赶紧跟了过去 但秦学姐走得太快了 跟兔子一样 进学校就没影了 而苏白舟将落叶推开 一个人走在前面 她面色高冷 四周散发着陌生的气息 整个人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学姐 你咋了 落叶在她身后问道 闻言 苏白舟停在了原地 她转过身 看向了落叶 欲气冷漠道 你是谁 听到此话 落叶微微一愣 学姐这是 在玩什么游戏吗 没有思考多久 落叶顺着仙女学姐的话 道 苏学姐 我是你忠实的追求者 追住者 苏白舟淡淡说道 我不谈恋爱 这可由不得你了 苏白舟学姐 今天这个恋爱 你谈也要谈 不谈也要谈 此言一出 苏白舟皱了皱眉头 她看向了落叶 继续说道 你有点过分了 过分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 我是 高冷笑话的男朋友 随后 落叶掏出手机 给周夫人发了条消息 叮咚 苏白舟的手机响了一下 洛先生 学姐 你在玩什么游戏 看到这条消息 苏白舟低下头 开始回复 周夫人 我是大一刚开学的苏白舟 不认识什么落叶 不知道 落叶是我未来的男朋友 消息来到了落叶手机上 见状 她总算是明白了 仙女学姐此时的设定是什么 上一次喝醉了 学姐是紫霞仙子 这一次 是大一的苏白舟 落叶上前一步 她倾壳一声 道 苏白舟同学 我是穿越者 是你未来的男朋友 哦不 我是你未来的老公 来 学姐 叫声老公听听 文言 苏白舟面色冰冷 她转过身去 不再想搭理落叶 看着仙女学姐的背影 落叶无奈一笑 说实话 学姐模仿大一时候的她自己 模仿的并不像 因为现在的仙女学姐 已经永远 也回不到大一那个时候了 现在的仙女学姐 是已经跟她在一起的仙女学姐 是每天都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仙女学姐 所以 即便是她本人去扮演过去的自己 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落叶跟了上去 来到了仙女学姐的身旁 继续跟对方扮演着大一苏白舟 未来穿越者的游戏 另一边 秦玉文一个人 坐在小树林的长椅上 满脸好奇地 看着隔壁长椅上的那对小情侣 酒精上来了 她已经醉了 一旁的小情侣十分正经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无事不想做 而是旁边 有一个女生 一直盯着他们 这人神经病吧 怎么还不走 只见秦玉文低下了头 给超级真诞发了一条消息 我熊大你随意 但总 我在小树林 旁边有一对情侣准备坏事 我在盯着他们 超级真诞 什么意思 虽然都是文字 可她为什么有点没看懂 我熊大你随意 但总 看我情侣侠桌间 超级真诞 你喝酒了 我熊大你随意 喝酒 曲曲小酒 我千杯不醉 看样子 确实是喝酒了 小树林 江大的小树林吗 寝室中 徐希年站了起来 她有点不放心对方 所以准备过去看看 来到小树林的入口处 这里的氛围 让本来就有些设恐的徐希年 连视线都不知道 该注意哪里 只能低着头 但她还要找一下 秦玉文的位置 所以还是鼓起勇气 一边走 一边四处观望 终于 在小树林的尽头 她发现了秦玉文的身影 此时的秦玉文 独自一人坐在那里 隔壁椅子上的情侣 已经离开了 既然等不到秦玉文离开 他们就只能自己离开了 看到那个让自己 牵肠挂肚身影 正坐在椅子上发呆 徐希年愣在原地 有些不知道 如何上前搭话 她跟秦玉文 还没有正式对话过 第一次在书屋 当时秦玉文不认识她 那不算 徐希年在原地待了一会 最终上前走去 不过并没有去找秦玉文 而是坐在了 刚刚那对情侣的位置上 注意到有人来了 秦玉文迷迷糊糊地看了过去 猛然间 她眼前一亮 虽然小树林里面没有灯光 但隐约之间的轮廓 也能够看出来 这是一个落单的超级帅哥 她连忙低下头 继续给超级 真淡发消息 我熊大你随意 淡总 我身边来了一个大帅哥 看到这条消息 徐希年心中顿时产生了 一股哭笑不得的情绪 家属楼中 苏白舟看着坐在沙发上的男生 露出了狐疑的表情 这个男朋友 呸 这个陌生人 竟然一路尾随进了他家里 真是太过分了 报警 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苏白舟在手机上 输入了两个一 一个零 突然 学姐 给我倒杯水 落叶翘着二郎腿 依赴这是我家 我最大的样子 开始指挥起了仙女学姐 文言 苏白舟放下了手机 默默走到了饮水机旁边 给落叶倒了杯水 然后坐在了他的旁边 落叶将杯子中的水 一饮而尽 然后好奇地看向了仙女学姐 问道 学姐 不完了 不完了 苏白舟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觉得另一个游戏更好玩 什么游戏 看到落叶的样子 苏白舟面色平淡地看向了他 淡淡说道 你 跪一键盘去 落叶 OK 看样子 学姐清醒了 落叶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找到了键盘 他走了出来 把键盘放在了地上 然后动作熟练地跪了上去 见状 苏白舟站了起来 走到了落叶的面前 他蹲了下去 用双手捧住了眼前男生的脸庞 说道 以后还乖不乖 文言 落叶面露呆滞地看向了眼前的仙女学姐 视线中的仙女 脸色微红 眼神迷离 很明显还有一丝丝醉意 而他刚刚问的问题 足以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 给迷成智障 落叶不一样 落叶觉得自己非常聪明 没有被迷成智障 而是被迷成了妈了 落叶像一只猴子一样 嘴角的笑容根本就抑制不住 整个人看起来呆呆傻傻的 彭腹脑子已经被挖空了 毫不夸张地说 现在苏白舟说任何话 落叶都会毫不犹豫地照做 哪怕他想要天上的星星 落叶也会去摘下来 乖 我特别乖 嘿嘿 落叶笑了起来 只觉得喝了酒的仙女学姐 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可爱的小女孩 而看到落叶这个样子 苏白舟也觉得 自己的男朋友非常可爱 不知道为什么 她产生了一股 特别想要把对方 抱在怀里的冲动 她双膝跪在地上 学着落叶的动作 随后伸出手 将后者抱住 这份温柔 简直让落叶也醉了过去 落叶喝醉 可能醉的人只有她自己 苏白舟喝醉 那个样子也能把落叶迷醉 以至于两个人 都变得不聪明料起来 下一刻 落叶清醒了过来 她意识到 学姐竟然跪在了地上 学姐 别跪着 地上梁 她好歹有个键盘垫着 学姐可是直接跪在地上的 落叶刚准备挣脱 却被仙女学姐 用更紧的力气 给搂在怀中 同时用冷漠的语气 说出了一句 世界上最温柔的话 宝宝乖 闻言 落叶刚刚恢复的神智 瞬间荡然无存 整个人又变得 不太聪明料起来 没过多久 苏白舟靠在 落叶的肩膀上睡着了 学姐 学姐 落叶喊了两声 意识到学姐 似乎是睡着了后 她用力抱住了 仙女学姐 然后一个公主抱 将其抬了起来 她走进了 仙女学姐的卧室 把她放在了床上 然后盖上了被子 当然 临走前 她还是要占一些便宜的 她把仙女学姐的 小嘴给亲了一会儿 这才心满意足地 离开了房间 落叶回到了客厅 走出房间 来到了隔壁 敲了敲门 房门打开 沈桥看到了落叶 疑惑道 秦学姐还没回来 秦学姐还没回来吗 我过来就是看看 她有没有回来 过了这么久了 秦学姐还没回来 她不会 睡在外面了吧 秦学姐的美貌是一流的 身材更是顶流 这样一个美人 要是毫无防备地 睡在外面 那可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落叶兄 你给她打个电话 嗯 我知道 落叶掏出手机 给秦玉文打了电话过去 电话铃声响起 秦玉文将自己的手机拿了出来 发现是落叶的视频通话 见状 秦玉文皱了皱可爱的眉头 撅着嘴巴说道 小学弟真是过分 都有周周了 竟然还给我打视频通话 渣男 她傲娇地哼了一声 随后将电话给挂断了 落叶面色一变 她心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电话是被别人给挂断的 毕竟 秦学姐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挂她电话 看到这一幕 沈桥也是变得严肃了起来 走 出去找找 好 我记得秦学姐说她走学校后门 咱们走 那条路去看看 两人当即出发 准备去找一找秦学姐 而小树林中 秦玉文好奇地看着 隔壁长椅上的帅哥 她属于那种 喝酒时很难醉 喝完酒过一会儿 就会上头的类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感觉自己越来越不清醒了 以至于她站了起来 走到了旁边的长椅前 站在了这个男生面前 她满脸认真 一本正经地说道 帅哥 认识一下 徐熙年 怎么回事 她喝多了 不认识自己了吗 也对 他们一共才现了一两面 现在又喝了酒 想不起来才正常 徐熙年抬起头 语气平淡地说道 我有女朋友了 听到此话 秦玉文微微一愣 什么 难道说 她被拒绝了 想到这里 秦玉文的脸色 肉眼可见的 变得可怜巴巴了起来 她看向了徐熙年 问道 那你女朋友 有我漂亮吗 一样漂亮 不可能 秦玉文否认了起来 得以说道 我肯定是最漂亮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一般来说 即便是喝多了 她也不可能 跟陌生人说这么多话 还无理取闹 但眼前的这个男生 就是给她一种 很熟悉的感觉 让她忍不住地 想要跟对方聊天 就好像 他们已经这样聊天 聊了很久很久一样 你该回去了 徐熙年站了起来 语气平淡地说道 回去 对哦 这么晚了 我该回家了 秦玉文转过身去 漠不作声地准备离开 走了几步后 她又转了过来 对着徐熙年招了招手 道 下次见了 帅哥 看到这个样子的秦玉文 徐熙年露出了 颇为无奈的表情 随后 她也跟了过去 担心秦玉文 在回家的路上出事 两人的距离不算很近 足足五十米远 徐熙年只要保证 秦玉文在自己的 视线范围内就可以了 直到家属楼后门 看到了落野教官 跟沈桥教官后 徐熙年这才 止住了步伐 她转身离开 朝着男生寝室的方向走去 只留下了一个 不留宫语名的背影 看到秦玉文 落野跟沈桥小跑着过去 秦玉文 你还说自己没问题呢 看看你都醉成什么样子了 落野叹了口气 道 哎 没有呀 我没醉 我刚刚还在跟帅哥聊天呢 帅哥 落野跟沈桥对视一眼 两人严肃地看向了秦玉文 后者问道 发生了什么 她没对你做什么吧 没有 秦玉文笑了笑 她回过头去 遥遥一望 那个身影已经走到了拐角 她侧过头 看向了已经有些模糊的 秦玉文的身影 后者也在看她 视线交汇 错开 徐熙年已经彻底离开 第二天一早 苏白周从床上醒了过来 只觉得浑身一阵酸痛 太久没喝酒 昨天突然喝了一些 让她感觉浑身不舒服 她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发现落野已经坐在桌子前 戴着她的眼镜框 正在电脑前 噼里啪啦地敲键盘 看样子 小学弟已经醒了一段时间了 几点了 苏白周随口问道 虽然她低头看手机 就可以知道时间 但她还是选择了问小学弟 九点了 闻言 苏白周微微一愣 随后就走进了卫生间中 准备洗漱 九点 书早就已经开门了 看到仙女学姐有些匆忙的样子 落野笑道 学姐 沈桥已经去上班了 今天周六 刘学长也放假了 他们应该都在书屋 不用担心 听到此话 苏白周心中这才缓呼了下去 差点忘了 昨天书屋招了两个人过来兼职 学姐 你跟秦学姐忙了一个多月了 这个周末 你俩好好休息一下 我跟男明星去书屋就行了 落野一边吃着早饭 一边说道 你好吗 苏白周刷着牙 含糊不清地说住 学姐 我当然行了 再说了 遇到不懂的问题 我就给你打视频 嗯 分工明确 吃完早饭后 落野就离开了家属楼 骑着小电驴来到了周夜书屋中 因为是周末 所以来这里的人还挺多的 大部分都是大三大四准备考研的人过来看看 书屋中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助他们的地方 书屋二楼和江大图书馆一样安静 却比图书馆更加有学习的氛围 落野来到这里后 一楼的窗边也有一些人在看书 看到沈桥在把台里面 落野走了过去 问道 怎么样 还行 沈桥说道 没有什么复杂的饮料 都挺简单的 那就好 落野走了进去 跟着沈桥学习怎么做奶茶 身为这家店的老板娘 最起码 她要知道所有的工作流程才行 这样才能帮到仙女学姐 学了一上午 落野已经明白一些最基础的事情了 中午跟沈桥一起吃了两份黄焖鸡面面后 下午她就去楼上帮刘江来的忙了 下午三点半 落野站在书架前 正在将被客人放错的书回归原位 突然 身后传来一道陌生的声音 落教官 能帮我拿一下那个吗 文言 落野转过身 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身后 站住一个长相很是漂亮的短发女孩 你是 龙井 落野愣了愣 随后看向了龙井目光的方向 青春还在继续 落野将这本书拿了下来 递给了龙井 诞生问道 你也喜欢看这本书 落教官说笑了 你不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吗 那倒也是 虽然龙井是新生 但身为作家协会主席的孙女 会知道她的事情也不算奇怪 落教官是第一次来这家书屋吗 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你呢 听到此话 落野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是 这样 我经常来这家书屋 这里的氛围很不错 而且 最近有一个真文 我在这里订了一间两人包厢 准备在里面写指纹 嗯 你加油 落野转过身去 他感觉 二楼其实并不算很忙 还是一楼的把台 更需要他的帮助 至于龙井 他并没有跟对方交流的兴趣 对话井限于帮他拿书而已 毕竟 这是他身为店员的本职工作 回到一楼后 沈桥微微笑道 落野兄 刚刚龙井来了 看到了 看到落野毫不在意的样子 沈桥继续说道 我感觉 这个学妹应该对你有点意思 军训的时候 我发现 他就经常看你 文言 落野差一道 不会吧 我不认识他 你是不认识他 但他应该认识你 沈桥沉思片刻 开口说道 他在二楼看书 是不是看的 青春还在继续 没错 那就对了 沈桥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 道 我猜他应该是你的粉丝 你是说 著名文学作家龙三生的孙女 是我一个网络小说作者的粉丝 嗯 我相信我的判断 说完 沈桥想了想 又说道 不过无所谓 就算他真的 对你有意思 以你的性格 他也没什么机会 那是 那是 落野面色平淡 但语气却有些得意 不过 他倒是还没有自恋到 觉得一位文学才女 对自己有意思的地步 这龙井 最多支持自己的粉丝 咦 落野兄 三号小包点了一壶龙井 我来坐 然后一会儿 我送过去 落野说道 随后 他突然想到 三号小包 好像就是龙井所在的包厢 联想到刚刚沈桥的话 落野摇了摇头 道 还是你送过去吧 落野兄 你还真是守难得啊 锤哥要是有你十分之一 王大锤 现在还经常刷美女视频 另一边 苏白舟打开冰箱 发现里面 放着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里面有一盒精致的巧克力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苏白舟打开了冰箱的冷藏柜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箱子小布丁雪糕 瓢窗上的零食盒子中 还有旺仔牛奶糖 以及黄油爆米花 这些都是上一次 他跟落野提到过的 自己爱吃的东西 这几天他忙于工作 都没发现这些细节 在他忙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小家 被小学弟照顾得很精致嘛 苏白舟的嘴角微微上扬 他拿了一根小布丁雪糕 坐在沙发上 开始吃了起来 咬了一口后 他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了小学弟 周夫人 小布丁 周夫人 我咬了一口 周夫人 好吃 落野站在周野书屋的门口 他抬起头 瞄了一眼头顶刺眼的太阳 只觉得一阵燥热 手机中 是仙女学姐给他发的消息 学姐在吃雪糕 落野离开了书屋 走到了附近的雪王奶茶店中 买了一个两块钱的冰激凌 他也拍了一张照片 给仙女学姐发了过去 落先生 我有这个 刚发完 落野准备咬一口 结果脚下 一个不注意 身体没站稳 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好在他平衡性不错 很快反应了过来 稳住了身体 但冰激凌就没这么幸运了 落野满头黑线地 看着地上 已经变成一头的冰激凌 他的手中 就只剩下了一个甜筒 落野嘴角一抽 又拍了一张照片 给仙女学姐 落先生 图片 落先生 掉地上了 大哭表情 看到这条消息 苏白周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一时间没忍住 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学弟真可怜 周夫人 动画表情 落野 我不活了 小人一跃而下 他觉得 欧阳明月这小妮子 一定是个天才 竟然能够拍到学弟 这么有意思的表情包 这个表情包 他感觉 自己可以用一辈子 周夫人 你让店员给你 重新加一些呢 落先生 不太好吧 周夫人 他们店不错的 你去说就是了 都是同一条街上的店 苏白周对于其他店铺 也有一些了解 而且 他在江大上了三年的学 对于学校对面一条街的店铺 非常熟悉 落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回到了雪王奶茶店 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说道 那个 我这个掉了 店员笑道 没事 我给你重新打一个 刚刚落野的冰淇淋掉到地上 可是他亲眼所见的 让他差点就没憋住笑 冰淇淋重新被揭满 落野这才开始吃了起来 回到书屋中 吹着空调 吃着冰淇淋 实在是太舒服了 现在很空闲 吃完了冰淇淋后 落野就回到了二楼 开始码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太阳逐渐下山 落野坐在窗边 伸了个懒腰 终于将明天的更新内容 给写完了 这个时候 三号包厢的门打开 龙井从里面走了出来 发现落野还在后 他犹豫了片刻 随后走了过来 小声问道 落教官 你平时都在这里写作的吗 突然听到声音 落野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不一定 落野淡淡说道 闻言 龙井咬了咬下嘴唇 露出了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当然 不是他觉得自己很可怜 而是有些不知道说什么 他想要搭话 跟落野交流小说的事情 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毕竟 他基本上没有主动 跟男生说过话 更没有主动地去认识过男生 见龙井还在旁边 而且还满脸纠结的样子 落野看了过去 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那个 落教官 我现在不是教官 落野语气平淡地说道 落学长 龙井小声说道 我也想写小说 但不知道怎么开始 听到此话 落野微微一愣 这本来就是龙井的主要目的 他来到江大后 最大的兴趣 就是跟这位作者认识 一起交流创作的事情 只是他之前从未主动过 所以不知道该如何认识落野 至于是否像沈桥说的那样 他对落野有意思 至少现在 他的心中并没有这种想法 毕竟 他跟落野还没有认识 只是觉得后者很厉害 对后者有一些好奇 用爷爷的话来说 以落野归根的年龄 能够写出这么精彩的作品 已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才了 也许在文学创作方面 落野不如龙井 但在小说创作中 龙井跟落野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才是龙井 想要献一献落野的原因 要知道 文学创作虽然听起来很高大上 但在这个快餐时代 很少有人愿意品读文学作品 而网络小说 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了 但相比于大多数的流水士小说 一部优秀的网文 能够脱颖而出 足够说名创作者的实力 龙井的水平是有的 但是他没有接触过小说创作 所以对这些事情不太了解 落野也没想到 堂堂江城作家协会主席的孙女 竟然想要写小说 龙井同学 跟我来吧 落野站了起来 带着龙井来到了一楼 二楼的环境毕竟不适合谈事情 一楼窗边 落野随便坐在了一张桌子前 而龙井坐在他的面前 满脸好奇地问道 学长 你是怎么写出 青春还在继续这本书的 失恋 落野神色平淡地说道 听到此话 龙井愣了愣 似乎是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有些惊讶道 什么 失 失恋 嗯 经历过 才能写出代入感更降的故事 青春还在继续地开头 讲述的就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失恋的故事 当然 这样说也不准确 毕竟 他都没恋上 就结束了 好在 他跟唐恩琪的关系 并没有被什么恋爱束缚 他们之间 本就应该是更加单纯的友情 你有什么想法吗 落野问道 想法 写小说 剧情大纲总要有吧 文言 龙井露出了认真的表情 开口说道 我也想写恋爱 你谈过恋爱吗 没 没有 那我换个问题 你有过喜欢的人吗 也 也没有 那我觉得你写不出来 落野看了一眼龙井 难道 写小说 就一定要经历过 才能写出来吗 可那些修仙武侠 怎么可能经历过 修仙武侠 其实也是经历过 只不过是用一种想象的形式释放出来 落野思索片刻 开口说道 就比如 为什么会有很多装逼打脸的情节 因为 现实中 很多人都在遭受着生活的压力 所以 这种小说 能够成为很多人释放压力的方法 无论是玄幻小说 还是其他类型 说到底 核心的点永远都是人的需求 这个社会需要什么 你写的故事 才能成为大家都认可的故事 文言 龙井低下头 认真的思考了起来 青春还在继续 是一部纯情恋爱的小说 而现在 是快餐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辜负了爱情 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人 想要找到一个真心喜欢自己的人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可是 小说不应该是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吗 听学长的意思 似乎是大家想看什么 我才能写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 落野沉思片刻 淡淡说道 其实我并不能给你什么建议 我说的 也是我所理解的而已 不一定正确 对于网文行业来说 我相信 没有任何一个成名作者 是靠别人的教导成名的 就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的作者 天才残斗 19岁开创了退婚流 成名的三部作品 已经成为了网文界的通天柱 你说 他的作品 是靠别人教导 还是靠自己摸索呢 所以 想要写出一部优秀的作品 就要去尝试 去写 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 别人的教导 永远无法让你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就像语文作文一样 老师能够教你的 是段落格式 是文笔 但绝对无法告诉你 应该写什么样的故事 故事的创作 没办法教导 只能靠自己 听到落野的话 龙井感触颇深 他认真地点了点头 道 我明白了 学长 他是文学才女 所以 需要人教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 他唯一缺的 就是不知道自己 该写什么样的故事 而这一点 偏偏是最不需要人教的地方 想要写出什么作品 就要问问自己 回顾自己的所见所闻 在脑海中思考 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喜欢什么 自己需要什么 总会找出自己想要写的故事的 看着龙井离开了书屋 沈桥走了过来 坐在了刚刚龙井的位置上 问道 刚刚有一个问题 你还是没有回答 什么问题 落野笑道 到底是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还是 读者想看什么 我写什么 文言 落野微微一笑 道 这个问题 其实没有准确的答案 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就像有人喜欢太阳 有人喜欢月亮一样 所以 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更没必要参考别人的意见 究竟是喜欢太阳 还是喜欢月亮 难道不应该问问自己吗 我想听你的答案 沈桥盯着落野的眼睛问道 我的答案 你应该很清楚吧 他写的是自己的故事 所以 当然是他想写什么 就写什么 听到此话 沈桥笑了起来 继续问道 如果青春还在继续 并没有火 你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会 落野语气明重道 因为我写的不是小说 而是记录我的生活 青春还在继续的小说 记录的是 落野自己的生活 而青春还在继续的漫画 是苏白舟记录的他的生活 这是两者之间唯一的不同 虽然剧情一样 故事一样 但视角不同 而且 我是作者 不是读者 当然是写我想写的故事了 落野轻声笑道 也对 沈桥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中 落野站了起来 道 男明星 你回去看看小雷吧 我替你 好 沈桥也不矫情 毕竟现在已经到了晚饭时间 他每天午饭和晚饭都会回去一趟 早上 中午 傍晚 和晚上 四个时间点 保证小雷的健康 这也导致沈桥的课余时间 被压榨到几乎没有的地步 很累 很忙 但如果是为了自己喜欢的女生 那么一切 就都值得 考尝西施 已经来到门口摆摊了 刘江莱从二楼走了下来 准备去买一根考尝吃 落野站在门口 好奇地问道 会长 你们很熟吗 还行吧 刘江莱笑道 会长 张熙岩惊讶道 你是什么会长呀 学生会长 哇 这么厉害啊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觉得学生会长 都是很厉害的人 因为刚刚来到这里 所以摆摊的东西 他还没有摆放好 刘江莱站在他的旁边 帮他一起摆摊 看着这一幕 落野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 谈恋爱后 就喜欢看别人青春萌动的样子 感觉自己像过来人一样 深藏不露 突然 落野看向了不远处 发现仙女学姐戴着黑色口罩 提着一个袋子 正在朝这边走来 见状 他眼前一亮 保持了一天的成熟男人的形象 瞬间土崩瓦解 变成了一个高兴的孩子 落野小跑着过去 来到了仙女学姐的面前 问道 学姐 你怎么来了 看看你工作情况 顺便送饭 苏白舟将手中的袋子 递给了落野 里面是他刚刚做好的晚饭 落野跟仙女学姐 一起回到了店里 毕竟现在店里可是没人的 随便找了一张桌子坐下 落野连忙打开盒饭 映入眼帘的 是色香味俱全的红烧牛肉 以及无比诱人的番茄 再加上看上去就非常可口的汤汁 撒在米饭上 让落野食欲打开 他吃了一口 随后就像几辈子没吃过饭一样 开始狼吞虎咽了起来 下一刻 似乎是吃得太急了 落野露出了快死了一样的表情 感觉呼吸都变得困难了起来 苏白舟早就猜到会这样 已经从吧台走了出来 将一杯冰镇柠檬水 放在了落野旁边 后者猛吸一口 这才缓呼了下去 怎么每次吃饭都像饿死鬼 苏白舟无奈道 这是对学姐厨艺的认可 落野竖了个大拇指 然后又开始吃了起来 吃完饭后 落野看向了门口 烤长西式的摊位 又排起了长队 不过排队的过程中 也有很多人好奇地 看着书屋的方向 一些没来过的人都在惊奇 竟然有人在学校对面 开了一家书店 舟野书屋 名字还怪好听的 书屋中 落野看着仙女学姐的脸 问道 学姐 痘痘还没好呢 嗯 又变多了一些 苏白舟有些忧郁地说着 他果然赌输了 昨天吃了火锅 喝了酒 今天脸上的痘痘 又长了两个 落野笑了笑 道 没事学姐 小姨寄过来的要高到了 一会儿回去 咱们去拿 嗯 下班后 落野亲手将舟野书屋的门给关上 然后骑着小电驴 载着仙女学姐 一起离开了这里 要高他吃完晚饭的时候 就从快递站拿过来了 小姨推荐的东西 落野自然是十分放心 回到家属楼 苏白舟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 摘下了口罩 落野站在他的旁边 好奇地看着他脸上的痘痘 惊一道 学姐 你这痘痘还怪可爱的 左边两个 右边两个 你闭嘴 哦 落野当即一言不发 但眼神还在盯着镜子中的仙女学姐看 药膏是绿色的 看起来应该是某种植物精华 附在脸上 有一股凉嗖嗖的感觉 除了药膏 小姨还送了面膜 两者相辅相成 可以好得更快 苏白舟用发夹 将刘海卡在头上 然后将面膜附在了脸上 看到仙女学姐附面膜 落野心中一动 当即说道 我也 不给 苏白舟打断了落野的话 学弟想说什么 他一猜就知道了 刚刚他敷面膜的时候 落野全程盯着看 明显就是想要一张 跟他一起敷 男孩子的脑子 到底是怎么长的 总是奇奇怪怪的 让他想不明白 但也正是这些奇奇怪怪 让他们逐渐归于平静的生活 充满了惊喜和快乐 两人从卫生间出来 坐在了沙发上 落野看了一眼旁边的仙女学姐 叹了口气 道 学姐 书开业后 咱们很久没有出去约会了 你想去哪里 苏白舟闭着眼睛问道 海洋馆 跟仙女学姐一起逛海洋馆 这是他还没有做过的事情 有空就去 苏白舟睁开了眼睛 虽然嘴上这样说 但脑海中 已经在思索着去的时间了 敷完面膜后 苏白舟去洗了个脸 然后就准备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了 但回到房间之前 他又看了一眼 坐在沙发上的落野 露出了犹豫的表情 学弟今天去书屋干了一天的活 还没有工资 他要不要奖励一些什么给他呢 这样想着 他朝着落野走了过来 站在了沙发后面 此时的落野 还没有意识到 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 苏白舟记得 学弟的按摩手法很舒服 他在脑海中回忆了一下 也学住曾经落野的动作 将手放在了后者的肩膀上 落野惊讶地回过头 看向了身后的仙女学姐 学姐 你干嘛 别说话 苏白舟的语气 无悲无喜 他用力在落野的肩膀上捏了一下 下一刻 一股疼痛感 传入了落野的身上 他露出了呲牙咧嘴的表情 怎么样 学姐的语气虽然平静 却掺杂着一丝丝的期待 落野强撑出一个笑容 道 很 很舒服 那就好 苏白舟松开了手 走回了自己的房间中 见状 见状 落野松了口气 还好 学姐只按了一下 以后 他要亲手教一下学姐 究竟该如何给人按摩 不 是如何给他按摩 学姐自然是不可能给别人按摩的 此时 落野已经在脑海中 开始幻想着学姐 给自己按摩的场景了 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专人伺候 很快 落野摇了摇头 南南说道 我在想什么呀 真是倒反天罡 他站了起来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第二天一早 落野跟仙女学姐 一起来到了操场 这也是他们这学期第一次晨跑 身旁的仙女学姐 并没有戴口罩 而是跟曾经一样 一如既往的穿着黑色宽松衣裤 落野跟他一样 同样是一身黑 不远处 教练已经跑了 有一会儿了 看到落野两人 他浑身是汗地跑了过来 然后在两人旁边原地踏步 问道 我还以为你们这学期不来了呢 怎么可能 锤哥那才是真的不来 不仅王大锤不来了 已经退出田径社团的于秋雨 这学期也没有来过 教练 你上次约徐小家怎么样 听到此话 李浩阳的表情变得有些郁闷了起来 道 差一点 我约他的时候 他没有答应我 不过也没有拒绝 你怎么约的 我说周末下午在女请门口等他 那你等了吗 昨天等了一个小时 没看到他 我今天再等他一个小时去 文言 落野露出了敬佩的表情 道 教练 你加油 好 李浩阳加快步伐 开始跑了起来 看着他的背影 苏白周面无表情地说道 学弟 做好准备了吗 啊 落野被这突如其来的话给 弄得有一些猛然 只见苏白周继续说道 这学期 有运动会 听到此话 落野面色微变 关于运动会 他还有一些遗憾没有去弥补 已经大肆的仙女学姐 没办法参加运动会了 但是 他还可以参加趣味运动会 落野一直想要跟学姐一起参加一次这种活动 而且 去年的三千米长跑 他因为一些原因并没有跑完 而今年 他想要获得名次 想到这里 落野微微一笑 问道 学姐 如果我在三千米长跑中获得名次的话 你会给我什么奖励 哼 苏白周轻哼一声 随后嘴角上扬 道 这一次 可没有我替你拿名次 但是这样 我更有把握 落野露出了自信的表情 两人在操场上漫步了起来 说起来 学姐离笑了后 关于江城大学高冷笑花的事情 就像是销声匿迹了一样 已经无人提起了 毕竟 谁会天天关注一个 已经有了男朋友的女生呢 操场上 晨跑的人 还是那一批 新生目前 还没有人加入晨跑的队伍 看到熟悉的那对身影出现 一个男生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那不是冰山女神苏白周吗 她还以为笑花离笑后 就再也见不到对方了吗 还记得她 一开始来操场晨跑 就是为了每天早上 都能看到这位笑花才女 后来 笑花脱单了 她难受了很久 但她不亏 因为长时间的晨跑 让她的体能增长了不少 长相也变帅了一些 更是找到了 真正跟自己相爱的那个人 在场之人 因为这个原因过来晨跑 甚至坚持晨跑的人不在少数 因为这是唯一一个 可以每天稳定看到笑花的地方 自从知道笑花脱单了后 她们就开始磕糖了 甚至每天习惯 看到那对情侣一起晨跑 一段时间不来 她们还在担心 这对情侣 会不会感情出了什么意外 甚至说是分手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她们也不知道 该如何相信爱情了 不过现在看起来 她们果然还一直在一起啊 女性一楼 龙锦醒了过来 她睁开了眼睛 坐在床上 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上面有她妈妈发来的消息 看完后 龙锦只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 压在她的胸腔之中 让她喘不过来气 说起来 她的青春 活在了妈妈的严厉教导之下 她妈妈甚至觉得 高中老师的教育不如自己 让她休学三年 这三年 她妈妈虽然带她去看了很多地方 体验了很多不一样的经历 却让她永远失去了高中生活 而她 彭腹一生都活在妈妈的视线之下 像一个提线玩偶一样 这才有了现在的文学才女之称 回想起昨天落野学长对她说的话 她经历过什么 她想要什么 她需要什么 龙锦从床上坐了起来 将昨天在周野书屋中写的草稿 全部撕碎 丢进了垃圾桶中 最终 她拿出了一张新的纸 在上面写下了一个标题 龙中雀 星期日中午 太阳非常毒辣 落野坐在家属楼的沙发上 吹着空调 左右两边 分别是落友义和苏有才 就像左右护法一样 落野在研究真文的问题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是短篇真文 而无论是沈桥的故事 还是郭冰阳思萌的故事 都太长了 要是写的话 可能会写不完 当然 最大的问题是 落野懒得写 这周五就截止之稿了 再不写的话 他就白报名了 落野愁眉苦脸地 看着自己的手机 突然 寝室群中弹出了王大锤的消息 王大锤 图片 图片中 是515寝室的中央风扇 老旧 破败 转起来 还会发出鬼阔狼嚎的声音 没有装空调的寝室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蒸炉一样 让人待不下去 睡不好觉 王大锤 野娃子跟男明星 在家鼠楼吹空调 教练去学生会的办公室 值班吹空调 只有我在寝室里受苦受累吗 沈桥 你当初也可以加入学生会 是不想吗 王大锤 男明星 别以为你不在寝室 我就没办法治你 我可是你知道 你住哪里的 沈桥 你敢来 我就敢告你私闯民宅 王大锤 啊 反了 真是反了 王大锤 动画表情 曹操把装满米饭的碗 拍在桌子上 寝室群的消息 一条又一条地弹了出来 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了 但是他们的关系 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依旧很好 不过 洛野记得教练说 今天也会去女请门口等许小家 所以 他应该并没有去 学生会办公室值班 也不知道 他那边怎么样了 洛野来到了阳台 今天的天气非常热 都快接近40度了 让他连出门的想法都没有 他粉色小垫驴的真皮坐垫 让他连屁股都不敢坐上去 这个车车 烫屁股 好在 学姐上班有粉色剁椒鱼头 来回不会很累 女请门口 李浩阳坐在台阶上 被热得满头大汗 他看了一眼时间 他已经等了40多分钟了 如果不是强健的体魄 恐怕在这样的天气下 暴晒这么久 他都要中暑了 即便如此 现在他也觉得自己 一阵头晕目眩 还有一些恶心 健身了这么久 他当然知道 这是即将中暑的征兆 他站了起来 去女请门口的商店中 买了一瓶冰可乐 附在了自己的脸上 他跟许小家说 周末下午在女请门口等他 但是周末有两天 他没说清楚 可他又联系不到徐小家 所以就只能在这里等 只是 这样等的意义 又在哪里呢 徐小家甚至都不知道 他在这里等着 脑海中 回想起落叶 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所谓付出 一定要让对方知道 默默无闻地付出 那跟感动自己有什么区别 想到这里 李浩阳咬了咬牙 目光决然 准备给唐恩奇 发个消息过去 李浩阳 我在女请门口等徐小家 麻烦你跟他说一声 唐恩奇 好 在学生会办公室值班的人 正是唐恩奇 具体情况他也知道 所以并没有多问 而是直接告诉了徐小家 正在寝室中 吹着小风扇 跟自己妈妈视频通话的徐小家 看到了这条消息 随后神色一愣 刚好 他跟他妈妈也聊到了这里 他妈妈在电话中问道 小家 你跟那个什么 什么呀 现在怎么样了 妈妈 他叫李浩阳 哦 你们怎么样了 分手了 文言 他妈妈在电话中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很难想象 自己那个感情用事的女儿 竟然会如此风轻云淡地 说出这三个字 经历了这么久的时间 他从无时无刻 都要黏着男朋友的性子 变成了不需要任何人 自己一个人 也能够开开心心的小女孩 哎 妈妈其实更希望你自己过得开心 可是你爸爸不喜欢她 没关系了 已经分手了 徐小家有些牵强地笑了笑 他站了起来 走到了阳台上 朝着下面望了过去 即便是人来人往 他也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女寝对面马路边边上的李浩阳 他微微一愣 又回到了寝室中 问道 妈妈 你说 明明是很喜欢的人 为什么偏偏 要分手吗 听到此话 视频中 他妈妈微微一笑 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多半是因为 有些事情 比喜欢更重要 什么事情 会比喜欢更重要呢 他一直觉得 爱意能够跨越山海 只要有足够的喜欢 是没有任何问题 能够将他们分开的 就像曾经的他们 每天都要吵吵闹闹 从一开始的 无法忍受对方 逐渐也习惯了对方的性格 为了彼此一点一点地改变 明明一切都好好的走过来了 为什么说分手就分手了 小家 太多事情比爱更重要了 而那些事情 只有经历过才会知道 换句话说 没有经历过的人 才会觉得 爱能够跨越一切 这样的吗 徐小家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当初那个单纯的小女孩 在经历了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后 也在逐渐变得成熟了起来 一滴一滴的汗水落在地上 李浩阳低着头 手机都被热得有些烫手了起来 突然 面前出现了一个阴影 李浩阳惊喜地抬起头 看到的却是洛爷的脸 教练 来家鼠楼吹花空调吧 看你热的 洛爷有些同情地看着他 开口说道 李浩阳的表情 肉眼可见地失落了下去 他看了一眼女生寝室的方向 最后无奈地站了起来 只能离开了 回到家鼠楼后 洛爷打开了空调 李浩阳刚一进来 就将曾经在他家里 寄养过的洛友义 抱在了怀中 一言不发地坐在凳子上 彷彿失去了灵魂一样 洛爷给他倒了杯水 放在了桌子上 随后叹了口气 道 是徐小家让我把你接走的 此言一出 李浩阳的眼中似乎有了光 他看向了洛爷 与其有些结巴地说道 他 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原谅你了 文言 李浩阳愣在了原地 一股巨大的惊喜感涌上心头 让他觉得 自己这段时间的坚持都值得 但是 话锋一转 洛爷轻声说道 他原谅了你 不代表你们复合了 这 这是什么意思啊 看到李浩阳的样子 洛爷继续说道 你提分手的理由 他理解了 所以原谅了你 但即便如此 你们之间的问题也还存在 既然你选择用分手来解决问题 那么 他选择相信你 并且愿意一直等你 等你拥有自己 解决问题的能力 文言 李浩阳明白了徐小家的想法 是他对不起他 但他还愿意等自己 这已经足够了 我明白了 洛爷兄 李浩阳站了起来 他的眼中似乎浮现出了什么斗志 或者是目标 虽然他跟徐小家已经分手了 但他得到了对方的承诺 他还愿意等自己 晚上 洛爷系着围裙 正在厨房中做饭 看起来有模有样的 就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 苏白舟回来后 就看到了洛爷此时的样子 他将包包丢在了沙发上 然后躲在厨房门口 探了探头 露出了半张脸 眼神毫无感情 就这样看着洛爷 叮 学姐 我炒土豆片呢 虽然学姐没问 但洛爷还是将自己在座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将土豆片盛在了盘子中 然后又炒了一道辣椒炒肉 今天的晚饭 就算搞定了 虽然洛爷 做饭不好吃 但跟仙女学姐同居了这么久 最起码 也比刚认识的时候强太多了 这个世界上 唯一会觉得洛爷做饭好吃的人 可能就只有苏白舟了吧 今天挺热的 吃完饭后 他就去自己卧室中 抱了一件裙子出来 然后去浴室中洗了个澡 这件裙子 是一件吊带连衣裙 裙子不长不短 刚好在膝盖上面三四厘米的位置 如此清纯的连衣裙 穿在高冷笑花的身上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女生洗澡 半个小时算正常 一个小时都是常有的事情 也难怪每天靠近仙女学姐的时候 都觉得学姐身上香香的 半个小时后 苏白舟散着头发 身穿吊带连衣裙 从浴室中走了出来 洛爷习惯性了 去将吹风机拿了出来 给仙女学姐吹头发 学姐 你头发都这么长了 苏白舟的长发 已经快要到腰上了 很快就要 达到长发及腰的地步 嗯 他还记得 自己上大学后 就没有剪过头发了 带你长发及腰 学姐 是不是该嫁给我了 不要 苏白舟面无表情地说道 明天我就去剪了 别啊 学姐的头发这么漂亮 剪了怪可惜的 文言 苏白舟坐在沙发上 双手环抱住了自己的两条长腿 因为身穿吊带的缘故 她的肩膀 胳膊 以及从上方看下去的视角 再加上沐浴露散发出来的香味 让洛爷有些陶醉其中 学弟 你喜欢我长发的样子 还是短发的样子 学姐 这话问的 你是什么样子的 我就喜欢你什么样子 洛爷微微一笑 学姐的这个姿势 其实已经走光了 毕竟穿的是裙子 她把两条腿都搭在了沙发上 双腿并拢 又用双手抱住 似乎是注意到了 洛爷从身后站住 可以看到一些不该看的地方 她低下了头 将下巴抵在了双膝之间 阻挡了视线 这个动作 看起来可可哀哀的 像一只蜷缩的小猫咪 当然 洛爷在后面 是无论如何 也看不到裙下的走光的 所以 苏白舟才放心大胆地 做出这样的姿势 吹好头发后 苏白舟将双腿放下 踩在地上的拖鞋上 她看了看外面 天色已晚 温度也降了下来 一道微风扶来 迎面吹过 让刚洗完倒的她 感觉到一阵凉嗖嗖的感觉 很是舒服 见状 洛爷猜到了 学姐想做什么 于是轻声笑道 出去散步吗 嗯 苏白舟穿上了小拖鞋 默默地跟在了洛爷的身后 离开了家属楼 两人从后门走进了学校之中 洛爷看了看仙女学姐 脸上的痘痘 她伸出手 捏了捏仙女学姐 软软糯糯的脸 道 好多了 什么 苏白舟微微皱眉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洛爷在说什么 痘痘好多了 听到此话 苏白舟眼神微变 楠楠说道 我忘带口罩了 文言 洛爷笑道 没事学姐 天黑了 外面灯也不亮 不仔细看的话 没人会发现的 那要是仔细看呢 苏白舟面无表情地问道 学姐这么漂亮 一般人直视都不好意思 谁会仔细看 此言一出 苏白舟冷淡的目光 直勾勾地 顶着旁边的洛爷看 后者反应了过来 他抓了抓头发 嘿嘿一笑 道 除了我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看 哼 苏白舟加快步伐 走在了洛爷的前面 后者则上前两步 拉住了仙女学姐的小手 但苏白舟似乎不想要洛爷牵手 小手一直在挣脱 洛爷不松开 两人就这样拉扯了起来 在外人看来 与其说苏白舟 是在挣脱洛爷的手 不如说他再跟洛爷 玩着你追我赶的游戏 最终 洛爷还是牢牢地 将这只纤细柔软的小手 抓在了手中 两人一起来到了操场中 对于新生来说 这是军训结束后的 第一个周末 就像当初的他们一样 整个操场 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息 刚刚认识的青年男女 会选择在操场上 一边跑步 一边聊天 彼此之间的距离 也越来越近 这周有社团招星 以至于操场上 很多社团在提前做准备 表演各种节目 吸引新生的注意力 舞蹈社团 集体在操场的正中间 一个个的大长腿好身材 别说新生了 老生都一不开眼睛了 乐曲社团几个资历 颇深的大三声亲自上阵 跟舞蹈社团搭配 在操场上伴奏 其中 他们社团的社长 是一位染着绿色头发的 短发女生 她个子不高 脸蛋像汤圆一样 站在那里 就跟个小手伴似的 十分可爱 她的声音非常甜美 让人听起来就觉得治愈 苏白舟看了过去 似乎是认识这位短发女生 当初她是学生会长的时候 这个绿色头发的小女孩 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这也是如今 学生会的副会长 李灵溪 一首歌唱完 已经有人过去询问 如何加入乐曲社团 和舞蹈社团了 论竞争力 还真没人拼得过他们 当然 现在过去询问的 大多数都是想要过去 认识漂亮女生的 而李灵溪可爱的长相 不仅斩男 更斩女 走到哪里 都是团宠 很难想象 这么一个小小的女孩子 竟然已经大三了 突然 落叶注意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在操场的 另一个地方跳舞 她的舞 跟刚刚舞蹈社团跳的 不是一个风格 这是 少数民族的舞蹈 阿依夏 注意到落叶的目光 苏白舟在一旁 面无表情地说道 爱上了 不是 学姐 这是我们军训时候的营长 阿依夏 是个退伍军人 阿依夏 阿依夏 阿依夏